习普金一期半年内卖了三张玉图 他家打手厉害 你要小心 那你别去了 玉珍仿让地消息递不到 会疑我 以后我对长安就没有用了 那我不定 你这得乱 你晚点的进去 当你当年 火烟热 给你帮我一下 要帮我 不知夕夜谁才出 离婢参见太子 世人为何觉得夕阳美 不在自目 也快落了 虽然第二天还会升起 但新日与旧阳却早已不同 李渔并不自认为一定是新阳 但临九郎 世人皆以为他是能下 其实他永远只能折射圣人之光 圣人一旦绝证 右相也将无所作为 这圣人为看着离山晚照 竟要此后协同颜太真 久驻离山温泉宫 纵情歌舞 而我大唐子民 将入漫漫城 长远达明 长远的 今儿之内 长远有办法令圣人 收回令林九郎代政之成命 我 您有何办法左右胜任 一年前 右相带正之密文 也在长安馆上流传 长远心中之孔其成真 故以修道之名 远离长安馆场 流浪山中 实则与谭齐 私处私访右相不法之势 半年前 公布枪 长行拆毁安业坊大片民宅 致多位护主无辜遇命 谈其访得其中一位护主之女 明颖 彼女自入剑籍 成为歌姬 苦心经营 忠于勇王与林九郎密宴之时 听得一段对话 右相倡议 为小伯律来使 兴建使馆 缓和邦交 圣人择其诉诉完成 未敢攻期 林九郎不惜让勇王 勾结长安帮派 驱赶欧杀员指出户 营女听得此段对话后 趁右相酒醉之时 偷了她家传的李华玉佩 由此证人证悟 于公宴之时 当时百官面成圣人 圣人便在南疆天下 交与右相 静安寺捉廊般的勇恨 你寻得易上家嬴臣 查办 断无错漏 长远 你是静安寺司城 今日该办好的 是捉狼尾 太子 离毙狼尾要捉 大唐之将来也要顾 公宴之便 无自己处理 不认识 退下吧 何事 靖安寺办事 你要见着我 我们怀疑你店 私售长安于途 勾结狼位需要搜查 闭店是做正经生意 觉悟出售意图之事 也不成主动与狼位勾结 需要本位搜过才算 老夫人金赵银很熟 想要搜店 得先问他的老人家 明天谁是靠人都没有用 金赵银 张都尉 外面有黄炎起来了 指教卫律需要迟远 刚才有人给你传消息吗 金赵银 老卫律带了警户良人 跟着预阵坊放消息的人 去查原来牛马城战 那都是一些输了商人 区域报 怕这儿出了视线 你准知我在此处 报路传信 黄炎碧云 风景的不良人我可去召集 还请张都尉 先赶赴予来传战增援 我知道了 你出去叫人 我自取 是 金赵银 金赵银 你再帮我 你帮你束 来 赵银 那是 我敢去 你还在 辛苦了 早晚能见着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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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Sh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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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